讲一下关于蓝莓的栽培 蓝莓氛围是南高丛蓝莓 北高丛蓝莓和突厌蓝莓 南高丛蓝莓的话 主要是指梁广地区 和成都这样的南方地区栽种 它的特性是 它不需要冬天的很大的蓄冷量 就可以开花 而我们北高丛蓝莓呢 它的耐寒性比较高 耐热性就更差 比较适合在北方栽种 相对口感要刷一点点 那突厌蓝莓是一个特别的种类 非常高的 比较适合用于做果酱 因为它的收成比较大 二个是蓝莓 一定是要栽种两株级以上的 不能单株栽培 因为蓝莓要进行受粉 尽量选择相似花期的蓝莓 来进行受粉 或者花期非常长 三个是蓝莓栽培的话 它的土壤有选择 要用蓝莓专用的 栓性土壤进行栽种 PH值大约是5.5左右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机制土壤里面有白色的菌群 会常常觉得它长眉 会非常担心 那蓝莓的话 它是要跟菌群共生 它才能够帮助它更好的吸收营养 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蓝莓 均是主培的不是前叉 主培苗当时有多小了 大概就是这么大 经过反复的修剪 然后再加之营养充足 底部开始出水枝 你看我这根 当时栽种下去的时候 真的是就是比牙筷还行 然后变这么粗 是因为修剪营养堆积 现在开始收获以后 不急着换盆 让它花芽分化多一点 三月份可以换盆 在成都我们要修剪到 9月1号左右 我要控旺控高 它分子比较多 感知粗大 确定了它的大小和高度之后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 凝酸二青甲 在秋天 它就要开始萌发花芽 在这个位置花好了 然后这个叶片就会 逐步地开始变红变黄的 非常迷人 这个时候就不能再修剪了 第二年的春天来临的时候 尽量地给它日照 不能再修剪 蓝莓的花很像明蓝花 它很精致 施肥方面的话 我一般说来用花多多二号 或者你们用美朗科 洗酸植物 每隔半年补充一次傲氯肥 我屡屡四季啊 春天保障花不凋零 给日照 夏天修剪 使它的灌服长大 秋天的时候 保二年的花芽分化 用磷酸二青甲 冬季的时候休眠 减少私肥浇水 就这样一年四季的管理 就很简单 让两株以上栽种 隔得不要太远 帮助它可以一株受肥